love you 你們isine 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 ambitious Tracy小姐数聞 大家都知道 這個 要补不如食补 可是很多人就以為說 那食补沒關係 我就等到冬天再來补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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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食补其實正確的觀念是 一年四季都要來照顧 可是要怎麼樣吃得剛剛好 這個就是一個大學問 今天我們身邊好多好朋友 要來跟大家分享 他們怎麼樣在四季當中 聰明的健康順時養生的 一些料理法寶 那馬上就掌聲來歡迎他們 首先我們要介紹第一個是 很愛煮 很愛吃 可是充滿困擾的困擾媽媽 克拉拉 主持人好 以及各位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還有我們的農業達人 吳瑞中吳老師 觀眾大家好 主持人好 以及我們的金牌主廚郭泰王 郭主廚 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郭泰王 好 剛剛講到四季養生 順時養生這個概念當中呢 我想媽媽應該是覺得最重要 可是也最困擾吧 是的 尤其我們在四季 在冬天的時候我們都知道 大家都知道要吃薑母鴨 羊肉爐來補生 可是一到夏天的時候其實 尤其我們這一種 不太會煮的媽媽 更是困擾 中藥才搞不清楚 每一個東西都長得差不多一樣 對 然後想補的時候 我曾經就買來亂補 然後補補太招熱 然後就長痘痘 對啊 像這個真的是很困擾 那如果說有一個東西 可以讓我很簡單便利 然後又可以快速上桌 那個就太棒了 對 所以主廚 這樣你是很會煮吃的 不過我聽說四季都要來養生食補 這一件事情 你都怎麼樣 你要怎麼來跟大家分享 翻過凱天就有說過了 不死 不死 什麼 不死 不死 就是因為當時的東西就不要吃 就不死 要吃當令當季啦 當令當季其實這個 又有很多的衝擊了 因為現在我們的農業很豐富 當時東西什麼都有 但是你怎麼去吃到對的東西 對 就會讓你身體的補氣的這個 原動力會更強 哇 有聽到目前為止 大家很多人可能還很多問號 那這時候就要請教一下吳老師 四季養生 對 那其實四季春夏秋冬啊 我幫大家解決困擾跟疑惑 剛剛主持是 不死 不死對不對 我是 隨時 隨時 隨著時間去吃它就對了 是 只要你覺得什麼時候想吃 就應該吃 那以前是什麼 要分二次節氣對不對 對 就所謂的什麼你知道嗎 春夏養什麼 養羊 秋冬養陰 重點來了 就是什麼 立冬立夏 還有立秋立冬 所以節氣不同 去改變我們的飲食習慣 有24節氣就是24個不同的 在農曆上面就有看到對不對 沒錯 這是一年對不對 但是問題來了 現在一天 也是等於一年喔 一天等於一年 對 因為你知道早上起來 就像春天一樣 然後那個大概 到了中午又變夏天一樣 對 傍晚像秋天 晚上像冬天 甚至有人說 剛剛我跟主廚聊說 說沒有啊 現在的人 一進一出就是春夏秋冬了 一進一出 外面是什麼 很熱的天氣對不對 你到電梯呢 秋天 你到辦公室裡面 冷氣比較好涼喔 冬天 那你的面子收起來 對 這就問題來了 怎麼補怎麼吃 其實老祖宗告訴我們 以前皇帝一年四季吃什麼 一年四季 對 肉來說 吃 羊肉 我開始研究羊肉怎麼那麼神奇 因為 甚至於因為他們在北京對不對 是 羊肉取得容易 所以一年四季吃羊肉 而且皇帝 一年四季跟他有的一樣 對 原來跟吃羊肉有關係 哇 難怪 還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吳老師你既然說羊肉這麼好 我問大家 你們去菜市場買得到羊肉的跟我講一下 很難買啊 羊肉根本就很難買 所以我跟大家講說 我幫大家解決煩惱跟困惑 像我去外面 市面跳這種 比如說 這種罐裝羊肉 或這一種所謂的冷凍包羊肉 但是我後來發現 我選選區還喜歡這種 罐裝羊肉 方便 我剛剛講說隨時 隨時 隨時去補它 隨時吃它 所以一般像這一種傳統的 我們知道 會去超市 沒有這種冷凍的對不對 是 冷凍的問題 它就是比較不好處放 而且很佔空間耶 這應該我們家小冰箱兩包就配案 就買了對不對 要冰冷凍這件事 真的很多家庭 你冰箱沒在床冰太多了 對 其實怎麼樣分辨 我覺得說 還是叫大家朋友看什麼 看標示 好 如果說你看到那種很多化學符號 看不懂的 對 對 化學符號 什麼椰西酸甲 什麼博物品票20 對 而且裡面有什麼甜味劑 什麼甘味劑都不要買了 為什麼 那很多是人工甜味的 所以我們要挑的就是像這樣 成分上比較天然單索的 像罐裝的話 像我覺得這個配方就很OK 就是為什麼 它打開是你看到的一些 比如說它有羊肉 有水 有鹽 有糖 還有一些比如說一些什麼 穿窮當歸人生 都是我們平常 這個來搭配羊肉食用 就非常地好 可是又有一個困擾 像那個我也有去買過 吳老師說那個冷凍的這種羊肉 附近的 煮起來都肉乾乾的 然後也沒幾塊肉 真的是 你會有一種上當的感覺 對 所以我先拆這一包 大家以前在菜市場買到 或是超市場買到的 你看打開是紅燒羊肉爐 你看 現在要教大家 對 它很麻煩就是說 第一個你要解凍 而且你解凍之後 還要退冰 把它動完全 完全變解凍 餵完 才能夠煮對不對 那像罐裝的話 一打開 我直接打開 它就可以食用了 那我等一下 直接讓大家看一看 它的料有多少 吳老師你的意思就是說 很多的這個 我們去買一些包裝 你要看它的內容物當中 哪些是料的比例 對 跟水的比例 對 像把這個倒出來對不對 你看 它裡面全部都是什麼 冰塊 還有幾塊肉 三四塊肉而已 那旁邊剩下是什麼 它固形物只有100多公克 還有一些就是我們那種薑片 那如果說罐裝羊肉 比較挑 掉出來就不會有冰塊了吧 它打開就湯汁 因為它是常溫 對 然後剩下的你看 它沒有冰水冰塊 裡面全部都是 滿滿的羊肉 對 滿滿的肉 對 以前聽過一句話 吃羊肉 曬過吃人生 的確有此一說 吃羊肉 曬過人生 那主廚的料理 我們等一下有上桌 來 吳老師簡單講一下 羊肉是有形之物 能夠補有形的肌肉 所以它是以形補形 所以它可以什麼 它可以去弱 就是如果說你本身比較虛弱的 它可以補氣 提氣 所以人生 人生跟羊肉都屬於什麼 人生補氣 羊肉補形 所以中醫的觀點裡面是 羊肉它的功用跟人生是一樣的 哇 但是我們人生 像我們都會加一些 另外加一些重要材下去 所以它是既補氣又補形 是 好 所以馬上我們的金牌主廚 就要教給大家第一道 非常適合四季來養生的 我覺得主廚比較厲害 羊肉是什麼 它是補脆糠 補脆糠 那接下來我們用羊肉來炒鳳梨 其實現在這個時間 我們剛才說不實不實 是 現在往來就是 就是往來它有甜蜜 剛才那個阿中師傅告訴我說 這個油算不算好油 那你看到這個油脂 是它原來湯色的 它的湯色油脂是白的 老師你好聰明 用它來煮菜 用罐裝羊肉裡面的羊油 直接撈起來 就先來炒 一個外面買不到的 對啊 炒菜炒麵炒飯都可以 就期待這一道呢 因為我們當令的台灣 我們的鳳梨 下去煮的這一道羊肉炒 鳳梨炒羊肉 鳳梨 鳳梨也是我們台灣 一個很重要的一個作物 現在吃鳳梨通常 所以羊油下去 現在主廚裡面 很香 因為它羊油裡面 因為它的湯汁裡面有當歸 對 那些吃當歸在油裡面 吸收到這個香氣 馬上就是 吃當令吃當忌之外 所有的食材都是從 這個罐頭裡面就倒出來 然後不用再另外再準備中藥台 主廚現在淋下去了 它的羊肉湯 這裡面的羊肉湯 這個叫滴滴精華 好期待這一道料理 就是我們把羊肉罐頭 倒好之後 肉來炒 本來我們平常要吃的火鍋 吃不完 其實你也可以再把它 把精華點停滑 我們再出來 再重新再給它 回歸一個生命 等於是料理 我們一罐裡面 我們可能你就是 譬如說中餐或晚餐 你就可以兩個 不同的應用變化 一罐可以多吃 好 來 那現在炒好之後 我們要加上 一點點的東西就是 因為你要調味 是 湯汁已經有味道了 那你要讓它更香的 其實 我可以加一點這個 素雞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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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像廚房 是不是有鹽 湯 味噌 一大堆 你只要這個 半湯匙就好 就是 我剛剛有看那個 我們羊肉湯的配方 它裡面有加素雞精的配方 在裡面 但是我覺得還是不夠的 不夠 另外再加一點點 讓炒菜的時候 更有那個什麼 藥膳的那個 氧金華在裡面 這種和汗的味道 不是說用很多的藥材 去那裡烤 因為這個是很 很天然的那種和汗 不會味 又不會讓它覺得很酥的那個感覺 然後順適的那個感覺 所以它是 快速便利 然後又有營養 這營養都兼顧到 太棒了 沒錯 尤其呢 祖廚你現在要下鍋的 這個是我們的 紅椒 這個是配色用 配色用 好 好 那在這邊呢 吳老師也特別講說 東吃羊肉曬人生 那春夏秋也很好 就是冬天吃羊肉 它的效果跟人生一樣 然後如果說我們在春天 夏天秋天的話 它有強生健骨的效果 所以以前皇帝什麼呢 他春天或冬天吃什麼 羊肉酸酸鍋 有助於身體健康 夏天的時候 它其實北方人會加點洋蔥 花椒 去做什麼 讓自己身體冒汗 但是如果說 家裡爸爸媽媽 可以加什麼 加冬瓜 剛剛主講冬瓜苦瓜 也可以 就是頻補的效果 所以它可以幫助我們 把體內一些 比如老舊肺部排掉 讓我們身體達到一個什麼 強壯身體的方法 而且秋冬時用 我們就強調 它就是溫補 所以夏天是頻補 秋冬是溫補 所以基本上 只要你方法用得對 四季都可以吃羊肉 好 來 我們也看一下 主廚鍋內的狀況如何呢 好 已經完成很簡單 因為羊肉已經燜煮到 它本身的軟度有夠 是 那我要講其實吃羊肉 不比牛肉差 為什麼 因為牛肉有時候很不吃 但羊肉它本身 人家說運動員 運動員 其實我煮過一餐 是運動團體的 然後它要求什麼 一定要用油肉 因為肚子燉湯 可以補充一個元氣 主廚 那第二道呢 我們的四季順時養生的料理 是什麼呢 這小朋友最愛吃的 小朋友最喜歡吃 對 而且有時候天天吃 每一個家庭 每一天可能都會煮聖誕 那我們要怎麼吃 真的很好吃 還會健康 還會補起來 其實羊肉這個是最棒的 羊羊打開一個羊肉罐頭 對不對 這兩天真的要放油 記得一件事喔 這個都寶貝 寶貝 寶貝 天然的油 我們來煮一下 那個湯裡面都是羊油 這個油很棒喔 這是我們最頂級的什麼 你知道嗎 山羊的什麼 山羊油 這是山羊油 如果像這個麵包煎一煎有沒有 好香 泡加那個油也不錯 香氣滿出來了 好 那這邊我要把這個高麗菜 放到我們的蛋裡面來 直接切高麗菜絲 對 跟蛋混在一起 對 其實有時候我們吃麻油蛋 因為麻油 當時還比較瘦 那其實我們在做這個羊油的時候 也要來加一點薑油 對 薑油很特別就是 他要放在蛋裡面來 他要加薑黃素對不對 好 來 老師我們幫主廚 放在薑油蛋裡 對 應該撈起來 它燙子變黃色對不對 這是薑黃素 薑黃素 薑黃素它要配油脂 所以這樣吃剛剛好 所以要一大瓢是嗎 對 裡面有薑末 這樣夠嗎 對 有薑黃 然後再加一點這樣下去 哇 就是讚耶 而且那個滿滿的那是老薑末 對 老薑末 還有薑黃 一溫去炸水它不會上火 好 可以 當然就是說 一般我們這樣吃 暖身暖胃 早上吃非常好 因為老大人 那有東西比較沒有 比較理想的 這樣吃 有 又有 還有什麼 像是講的特別是嗎 羊油再加羊肉的話 特別好 而且老人家 對於健康他都願意吃 但是小朋友他不叫健康 這兩字可以 對 那這個時候我們把它加到蛋裡面來 小朋友在不知不覺中 每一口都在補充元氣 真的 對 好 所以這個呢 真的是滿滿的羊肉精華 從羊肉還有羊油 還有那個羊皮 看起來都端端的好好吃喔 既然一個羊肉可以有這麼多呢 順時養生的料理變化 休息一下喔 廣告回來還有更多的分享 羊肉醬油蛋 真的好吃好香好健康 那我們再準備加羊肉 對 那這個時候我們家罐頭開開 對 羊肉就可以把它倒進來 那最重要是什麼呢 這個湯 羊肉湯 對 為什麼要讓它進去呢 藥膳羊肉湯 因為現在蛋是有點乾燥性的 對 那讓這個湯倒進去之後會怎麼樣 它會把這個湯又吸到蛋裡面去 對 所以主廚你現在倒進去 這是整罐裡面的精華 就是羊肉湯 對 鹽湯 直接再去 現在做的是收汁嗎 對 讓這個羊肉汁 它也不算收汁 整個都靜潤 它算吸汁 吸汁 對 收汁是要乾掉 對 吸汁是讓它吸到蛋裡面去 所以等一下這個蛋的口感 吃起來會很軟 很軟 又Juicy嗎 而且它的那個肉香味都進去了 哇 養生又可以補 你看主廚那邊在收 吸飽這個羊肉湯汁的過程 對 我們現在來吃一下第一道 第一道就是剛剛的這個 鳳梨炒羊肉 對 鳳梨炒羊肉 對 一般如果說 你很多羊肉會有三味對不對 沒有 好吃耶 因為我們這羊是吃草的 吃草的 所以它沒有什麼 羊燒味 對 所以即使現在冷掉 我們現在剛剛冷掉對不對 吃起來也是滿滿的什麼 羊鮮味 很多要吃油肉的人 怕有一種辣味 對 為什麼會沒有那個味道 因為我們這個 因為是吃草的 吃草 對 草赤羊 吃牧草長大的羊 因為現在外面很多羊是吃飼料 飼料的話會有什麼 會有三味跟什麼燒味 但是我們是吃草的 是沒有三味跟燒味的 再來就是什麼 我們吃蛋 來囉 這個就是煮廚 你們給它試試看 像不像海綿蛋糕 海綿蛋糕一樣 對 那羊肉 而且什麼叫做 帝王生活的口感 一口蛋一口羊肉 太滿足了 我是貴灰了 好吃耶 真的 真的 好驚豔喔 而且我們剛才用的是 薑油跟羊油 其實這兩種油 都是原來本身 你健康的油 所以我們吃東西的時候 口感好之外 香味足 最重要要健康 好特別喔 汁汁的那種口感 這個蛋很嫩 而且就像竹竹講的 這每一口的這個蛋 完全吸飽了羊肉湯汁 對 然後配著羊肉一起吃 這個口感 大家一定要自己試試看 所以這樣一罐羊肉爐裡面 到底喔 像包括吳老師說 有上等的怎麼樣 草赤羊 山羊 吃草的羊 最主要是澳洲的什麼 吃草的山羊 它放羊在澳洲的一個草原 它是什麼 帶皮帶骨帶點那什麼 肉在裡面 所以吃起來 它油而不膩 最主要是 非常的有嚼勁 然後肉質什麼 Q嫩還有什麼Q彈的 鮮嫩Q彈的 最主要是我們什麼 用的藥膳是用 宮廷藥膳配方 比如說像穿穹 當歸 桂枝 其實這營養進化在裡面 另外 為了讓我們四處都可以吃 我們家的素雞精的營養成分 比如說像 紅景天 冬冬夏草 白華蓮汁 這些把原本溫補 把它變平補 一旦變平補 就四季都可以補 所以台灣人很厲害 真的很用心 我覺得每一罐都好講究 那馬上我們也透過一段影片 帶大家來到我們整個製作的工廠 讓大家了解 真的是每一罐都非常叮金 對 這是我們台灣自己 研發的一個口味跟配方 再者你看 這中藥材 我們就是用 帝王食不中藥材 另外煮湯頭 因為什麼 因為你在煮羊肉的話 怕羊肉會太老 所以湯頭另外煮 把我們的川穹當歸白華蓮汁 煮起來之後 再另外加到羊肉裡面 你看我們羊肉先殺青之後 先去心 用米酒去心之後 再來用手去挑 有骨頭太多的都不要 我們挑剛剛好的帶皮帶肉帶點骨 然後這另外放中藥材 枸杞當歸人生是另外一飯 為什麼 要讓大家看到裡面 真的有放這些食材在裡面 然後再來你看把肉放好 然後料放好 我們再另外加什麼 中藥湯汁 當然熬煮四小時了 所以每一罐的中藥湯汁 它可以很均勻的包覆在每一罐裡面 營養在裡面 然後封罐喔 這是我們航太科技 NASA的科技 所以不用冰 不用冰 然後常溫給保存 然後記得 我們用高溫高壓殺菌法 這個殺菌三到四小時 有沒有熬煮八到十六小時 那個什麼 文火的功用 所以你說這羊肉要煮八小時 我跟你說啦 天都晚上 好 所以真的是這個叫做 航太常溫的保鮮技術 讓每一罐都可以常溫來保存 所以這是航太科技的概念 對 因為你知道太空人 上太空 他們的食物要經過完全殺菌 不知道怎麼吃有沒有 黑白豆 所以你看 裡面所有的鋼材 所有材料 全部都是鋼的 所以我們在開的時候 它裡面百分之百 那個吳老師手上的罐頭對不對 對 就是這樣的一個航太科技 它等於是保留了百分之百營養在裡面 我們主要一起跟我們主廚講的 它完全滅菌 那它不加防腐劑 不加色素 不加香料的情況下 我們可以達到什麼 你知道嗎 一個保鮮的效果 這個很重要 所以我們打開之後 裡面 即開即食 你不用再去什麼 再去說 再去煮它熬它 你打開 只要微微微微微加熱 其實就可以食用 這樣子可以常溫保存三年 那我們吳老師也教大家 就是說 這樣子直接一個常溫的 你要加熱 很簡單一件 對 我們泡熱水就可以了 泡熱水 因為本身鐵它 它本身剛才它導的效果很好 所以只要把它放在熱水裡面 大概五分鐘 對 打開油化掉 那它就變成一個羊肉的料理了 那主廚如果那個肉要燉成這樣 一般要多久 其實前端 你一定要處理 你不是只有燉 像剛才我們有看 米酒去把它做一些清潔 這個也是很重要 那真的要把它燉 如果帶皮的話 至少要三個小時以上 這樣滾 可以 黑鍋還沒有含說去菜市場 找得到食材 馬上呢 我們已經只要五分鐘熱水泡一下 吳老師說要教大家 就可以有一個羊肉麵線 馬上要上鍋 我們羊肉麵線燙好對不對 這個已經泡過熱水的羊肉罐頭 對 我們就是把那個羊肉汁下去就可以了 我們就是馬上變成什麼 羊肉麵線 這樣就很方便 那如果說家裡面我媽媽 你要做點不一樣說 我要做個粥品很簡單 我們之前節目有分享 那個現在台灣農民自己開發的什麼 你知道嗎 吉時粥 我們打開之後呢 愛蔬菜跟五穀這已經在裡面了 這都是熟的了 對 所以這是米 米還要菜都熟 都在裡面 對 我們說的 吃米 吃菜也要百貨 真的 台灣之光 都把這些食材的拿 那我們把它下去之後呢 然後直接什麼 加熱水 五分鐘馬上變成一個 要善羊肉的五穀養生粥 因為那個羊肉湯它是濃縮精華 這樣就馬上變出什麼知道嗎 羊肉粥 以前羊肉粥煮很久對不對 我們現在不用煮很久 我們這樣子 大概經過五分鐘之後 羊肉粥就完成了 大家以為這樣子就是很厲害嗎 接下來主廚還有一個更厲害的 剛剛Tracy看了以後 都覺得好想吃的 還可以做羊肉水餃 對 怎麼做 好 其實像這樣 我們的罐頭開開 骨頭一定要拔開 骨頭不能包下去 好 那其實我們這個 在房間可以買到什麼麥皮 或者是那種單純的水餃皮也好 水餃皮 那記得我們可以加上些什麼呢 我們把羊肉 就是它拆開就可以了 對 我們這種刮手錄方便 直接把它拆成絲狀 也不要拆得太細 太細就不會拆到那個口感 沒有口感 對 因為它已經很滿溫了 把它稍微用手把它戳開 這邊我會加一些雪梨紅 雪梨紅 雪梨紅也不錯 因為它本身的色澤好 加上它的口感也棒 好 搭配羊肉更是順口 是 好 這樣給它拌好之後 我們就可以把它包到我們這個 買好的水餃皮裡面 所以這樣全部密集在一起對不對 看一下 對 這個裡面有羊肉跟我們的高麗菜 雪梨紅這些都把它拌勻 就可以做一個羊肉水餃的基底 是 好 那這樣 水餃隨意媽媽怎麼包都好了 不用再另外調味嗎 其實它本身這個羊肉它有味道 你如果讓它更香一點呢 這個酥雞精 加上一些進去 肯定就OK 那你要讓它更香一點 燙好之後 薑油淋上去 整個都是好吃 哇 好一棒喔 主廚 別再說了 我直接吃給大家看好了 牛絞肉 豬絞肉 可是買不到羊絞肉 不錯 好吃耶 我們來吃一下羊肉水餃 這不像皮膚 應該熬起來 你外面吃的是高麗菜什麼 豬肉水餃 也太好吃了吧 嚼嚼有肉感 好 那所以這樣的一個 適合四季來食補的一個羊肉的百變料理 究竟哪些人很適合用羊肉來做四季食補養生呢 第一個老人家最適合 因為老人家不要夠火 還怕咖啡不會去金 羊肉罐頭打開就可以吃了 然後你看可以拌麵拌飯拌菜 可以做水餃 還有體虛的人 因為羊肉它本身比人生還好 而且它不會照熱不會上火 它可以補氣跟補形 最主要產生婦女 因為很胖的 因為產生婦女需要高蛋白 可是不需要什麼 高熱量 對 所以羊肉罐頭裡面只有什麼 高蛋白 它量非常非常低 還有虛胖的人 因為很多人什麼 虛不受補 這個時候就可以什麼 用漢方羊肉來什麼 補身體很重要 有什麼 身體來用 但煮得健康 就不會虛胖 很多人不是胖耶 是水腫 對 對 大家都是水腫 我們都不是胖 可是日記食補真的好重要 因為中醫師說 羊肉可以幫我們排除 身上多餘的水分 所以羊肉它是一個非常 是什麼 平补的食材 是 要搭配我們的料 你看今天有這些蛋啊 炒飯啊 炒麵線 都可以 還可以你看 粥也完成了 在粥只要泡熱水 它就完成了 我們看一下現在粥 羊肉粥也完成了嗎 就是 就非常簡單 只要你做什麼 加什麼 它就是什麼 好簡單 好簡單耶 媽媽要吃個粥 要吃個麵 不用擋鍋子 不用開火 不用開火 很簡單就好 這不用煩惱媽媽 你不要煩惱 真的 今天解決我們好多煩惱 對啊 今天困擾媽媽變成開心媽媽了 超開心的 四季順時養生 竟然可以讓大家真的健康洋洋得意喔 那麼今天觀眾朋友 如果對節目有任何不明白的地方 也歡迎上我們的 女王當家FB粉絲團 來做進一步的了解 我們今天謝謝所有來賓的分享 謝謝 好耶 趕快 羊羊合一 好聊耶 吃吃吃 太棒了好吃喔 好 吳老師那個湯頭如何 這羊肉粥好吃 女王當家最讚的人在這裡 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Tracy小姐 淑文 這個四季順時養生啊 其實現在跌在全世界 一個形成一個蜂巢喔 來 我們看一下喔 欸 這個後疫情的飲食趨勢當中呢 包括南韓 德國啊 素食的蜂巢 現在催起一股旋風 而且呢 在韓國呢 包括這個叫做 寺院料理啊 非常的受歡迎喔 韓國竟然有150萬到200萬的人 都開始吃素 那當中呢 像是這個呢 德國啊 竟然現在呢 也有超過600萬人 現在全世界的吃素蜂巢呢 跟健康其實已經畫上等號了喔 所以呢 這個我們馬上呢 現場的好朋友也要來跟大家分享呢 吃素很重要 可是呢 就素要健康 要用素食吃素健康 怎麼吃 其實吃素真的是有一點困擾 比如說 像我們家有長輩啊 就長年吃素 你就會發現啊 料理啊 就都很油 會特別的油 太油了 對 然後 然後像我們如果要跟那個 同事聚會的話 就很難 很難同桌 對對對 這就很困難 有的吃婚 有的吃素 要出你聚餐就很麻煩耶 是 所以吃素要有方法 跟大家分享 因為我們節目 直接來推廣吃素的一些風潮 一些所謂的飲食方法 那我們今天跟大家再回顧一下 怎麼樣吃素呢 吃素健康 吃素我們的活力 對 那主廚你吃素嗎 我不吃素 但是我們都知道 台灣啊 包括台灣喔 吃素的人其實蠻多的 很多喔 但是都是在卡在一個位置的時候 吃素就是清淡啦 沒味道啦 很乾單純啦 當然不是錯 但是我們可以選擇更好的時候呢 即使今天的素食 也有很多的改變 沒錯 大家看一下齁 來 你是屬於哪一個 吃素全世界現在很流行很重要 可是很多人呢 他就會想說 欸 吃素呢 會不會讓體質越吃越寒冷啊 欸 那這個吃素的選擇 食物太少了齁 或者呢 即使主廚說那沒味道 還是說太油 太單調 那有時候出國的時候呢 吃素的朋友更是糟糕了 可能吃找不到料理可以吃齁 那同事聚餐的時候呢 餐廳如果有婚有素一起吃的時候呢 也就是不好共食 那甚至有些素食料理是過度加工等等 好 今天都不用擔心喔 可以全部幫你搞定 自己素食養生不求人 沒錯 好 那吳老師 找我就對了對不對 要找你喔 你要教我們什麼屁股 我一直跟大家分享一個方法就是什麼 一個藥膳素基金的方法就是 台灣的農民很厲害 不只種出好的香菇啦 還有一些培養一些藥膳的食材 也把樣材變成一個什麼 素基金的配方跟湯底 所以我們只要 直接沖 直接泡 不用煮 不用熬 你知道我們吃分的會有什麼 會有雞雞嘛 對不對 這是什麼東西啊 這是一個本末 對 它是素食者的基金 是 它可以幫助我們調理身體之外呢 打底的概念 它也可以補充營 最主要它這樣直接沖就可以了 所以現在吳老師教我們大家 一個素食的一個 四季食補的概念是直接 對 用這樣的一個素食的基底 就沖泡一個很像雞湯啊 對 它是可以馬上把 素食的營養 清水變雞湯 清水變雞湯 對 這樣直接沖直接泡 裡面沒有雞嘛 完全沒有吃素朋友 一定要吃素的 所以你這樣直接泡之後 你發現說很簡單 它馬上變成一個素食者的 一個什麼知道嗎 一個湯底 一個高湯 一個高湯湯底 你可以把它來做一個料理延伸 好香喔 或者是說來做一個即食養生 直接這樣沖泡就可以 對 吳老師它怎麼很濃的中藥味 它是藥沙 它裡面有當歸 那個什麼東東夏草 白華靈芝 其實這些都是我們素食養生者最愛 所以現在我們喝的每一口 吳老師在講說這個基底 可以四季養生平補 是怎麼樣的一些食材 它包括當歸 紅棗 白華靈芝 東東夏草菌絲體 就是吃素可以吃的 紅棗有氧氣的 還有什麼香菇 蘑菇的基底 枸杞 紅景天 這是補氣 液氣的 最主要是黃棗 所以這些什麼 都是上藥的食補食材 藥補食材 上品的這個中藥材 我們看一下畫面 我這一杯很明顯就是 大家有沒有看到那個底部 對 有那個比較深色的是不是 它那個就是藥膳的沉澱物 這是什麼 沉澱 這是好咪啊 壞咪啊 我跟你講 因為既然要吃素 要吃健康 我們看一下每個人的杯底 都有對不對 都有 對 那為什麼要這樣子呢 因為這是沒有加 沒有加一些什麼 一些人工仇物劑的 所以你泡一段時間之後 它會沉澱下來 日安沉澱 對 這是好的什麼 食材 它單純只是把一些 我們的中藥材 我們的農產品 把它乾燥粉末化而已 然後加一點點很少的 鹽巴去調味 所以吃起來這是什麼 低鈴 低脂 高營養 高健康的 所以很方便 很簡單 很簡單 這樣子就是一杯 我們的什麼 素食者的雞精 很順口 對 我看主廚在品酒 而且它每一口到大 喉嚨這邊的時候 會會乾 它會有點乾乾的 對 淡甜 不是淡淡的 是淡淡的 它重點不會像人家那種 加了胃素 胃精 然後會讓人家口感 對 口感舌燥這樣 它喝完之後會讓你覺得什麼 身經止渴 然後會覺得說 你的喉嚨這邊對不對 會回乾 那所以吳老師像這樣子就可以 等於是 取代那種調味粉 什麼味精那一些對不對 對 那我這邊示範一個 如果說 剛剛直接沖泡對不對 對 那你可以直接沖泡之後 也可以把它變成一個 什麼你知道嗎 湯底 譬如說我們家裡媽媽 要做麵線對不對 我們要做藥上麵線 這樣直接泡溫開水 麵線把它燒好 對 燒好 放起來放在旁邊 然後加點油之後呢 我們把這個藥酸菌泡好之後把它加進去 它就馬上變成什麼你知道嗎 藥膳素麵線 那像這個吳老師你講說 這裡面像什麼 這個是紅棗對不對 對 紅棗 然後有枸杞 枸杞 跟白華林枝 白華林枝 動蟲下草 動蟲下草 其實這些都是大補元氣的 所以 大補元氣 最主要它不會上補 而且呢 其實這一種比較溫和平補的概念 這一種中藥材 其實就是吳老師剛剛提到的是什麼 叫做 中藥上品 中藥上品 我們也給觀眾朋友一個觀念 什麼叫做中藥分三品 其實上品的中藥它是養生 多吃多食它不會傷身體 所以它多吃多的它就排出去了 也不成身體負擔 那中品就是它無毒性 或者是一點點的治療效果的微毒性 它有養生兼具治療 這個就是平常吃也可以 那下品就是什麼你知道嗎 它可能是比較毒性的 用於治療用的 所以這個下品就是什麼 就是要有醫生處方 你才能夠再食用 了解了 你不能亂吃的 所以我們的藥膳同源 一般都屬於上品跟中品這部分 了解 所以人家說上品中藥 就是可以當食材 健康的食材來做攝取 好馬上呢 這樣的一個素食的一個四季溫補食材 主廚 要教我們什麼好料 好 我們做頂品 頂品 這都順道好的 來 那像現在我把這些菇類 這是杏鮑菇對不對 對 有多長體 吃素人吃杏鮑菇 吃很像那個什麼雞肉的口感 它完全是沒有什麼 沒有那個動物的材料在裡面 吃起來就很好吃 你要幾種菇都沒有關係 其實菇類的各種不同的菇 也有各種不同的基本的差別 那我這邊加了一點銀杏 銀杏 藥杏素雞精 像剛才我們不是有試喝嗎 是 它在我們的喉結這裡 它不會這樣熟熟 其實是回甘 是 所以它本身它就是有基本的香氣 像我們以前用蔬菜 火鍋 像這樣把它放進來 那我這裡差不多四人份 三加一的 三加一的量 差不多一湯匙多一點點都沒有 不是 你要加味精的 全部加這個素雞精 加鹽的 只加素雞精 對 所以等於是說 有素雞精加進去的湯底 你也不用放什麼鹽巴 也不用放什麼味精 不要說放用化學 好 那這邊呢 當然我這邊是有做了一個 稍微類似像三絲根的概念 那這邊會用到少許的澱粉 那如果家裡面你不喜歡吃澱粉 你就直接清湯也沒有關係 所以主廚你現在是你挑一個勾芡 對 這是麵粉 太白粉 對 太白粉 那有些更健康 你可以用蓮藕粉都沒有關係 對 其實我今天用蓮藕粉 對 內行的其實都我們 都介紹的觀眾朋友 都是要比較淺 因為勾芡就是讓它比較黏稠感 也比較薄的效果比較好一點 對 也比較滑口一點 對 因為這個香氣 我們希望留在口中久一點 所以這個芡汁也會在輔助動作 好 那等它滾了之後呢 我們要把這個絲瓜倒進來 好 現在絲瓜也是季節 其實我跟大家分享 多吃檀蘭農產品 當年當年的像絲瓜 補瓦 都是很好的食材 而且吃起來 尤其加素雞精又有什麼什麼 平补效果 因為絲瓜比較皮 偏涼 你加素雞精的話 它就有什麼 就有平补效果 那我想請問一下 譬如說如果要吃冬粿 如果瓜類都是比較寒對不對 對 那是不是素雞精就很適合幫它 把這個食材可以平衡 是 其實之前我們都會加薑 加紅棗 那其實這樣素雞精裡面 就有包含紅棗了 對 那譬如說靈芝這些 都是可以輔助我們吃太冷的感覺 發開這樣 我們再加 所以要滾了起來之後 我們就把火關掉 滾了之後關火 因為沒有兩滴油 不好吃 這個薑油又有加分的效果 黃金薑油 對 它就是加了那個 我們知道的薑黃 對 所以薑黃是老薑去熬製的嗎 薑黃它有薑黃素 它對人體更好 但是它配合油脂再使用 是 所以以前吃薑黃粉的話 你沒配油的話 也很浪費掉 吸收不了薑黃素 對 有一句話是什麼 冬吃蘿蔔下吃薑 不老醫生開藥方 你看一下 為什麼知道嗎 因為有時候 我們在什麼 在冬天的時候呢 為什麼要吃點薑 因為薑可以幫助我們什麼 昇華洋氣又可以溫溫的效果 居然因為冷氣旁呆久了 熟掉的 所以有時候要吃點薑 所以夏天要吃點薑 冬天反而一點吃蘿蔔為什麼 因為你可能要吃點什麼 太辣啦 或太什麼 太燥熱的東西 你反而吃點薑 去做一個什麼調和 所以 解一下胃中的一些燜熱 脹氣啦 所以為什麼 冬吃蘿蔔 夏吃薑 勿勞醫生開藥方 這個燕魚 對 所以無論是當湯底 或者做料理 一個蔬食的藥膳百變料理 我們休息一下廣告後 馬上回來 超好吃的 超好吃的 這個北 北翠三絲根 很香的 對 對 因為我剛才放的是 開水而已 開水下去煮 但是以前都會要熬湯 熬蔬菜煮湯底 那現在只要把 蘿蔔已經吃進去 應該有的味道的層次都出來了 真的喝起來好舒服喔 你閉上眼睛 很舒服的味道 你不覺得這是素的 是 因為你吃那個什麼 杏鮑菇的口感很像雞肉絲 那喝起來的湯頭很像大骨湯頭 但是它完全是素食 為什麼 因為它是用中藥湯底去熬製的 完全沒有什麼 分食在裡面 所以吳老師這個 如果有些人吃素 是吃到很乾淨的那一種 也是可以吃 那了不起 你就是說如果說你吃奶蛋酥 可以打個蛋 會更好喝 更好吃 那吳老師像我們這樣 你剛剛說素雞精都是 有很多的中藥才去磨粉的 對不對 提煉出來的 那會不會說吃太多太補 不會 會太薄喔 因為我們講它是上品 它吃多就排掉而已 但是就是剛剛好就好 像是我們開口要變成型 這個打開之後 像它的粉末狀對不對 也是不加放冰箱 但是這個你要把它關緊 為什麼 因為你沒有滑石粉 很多有加什麼滑石粉 就是為了防止結塊 但是 防止結塊 所以它會結塊嗎 它會結塊 因為它沒有加 所以這是你看 結塊不是不好嗎 其實不是 結塊的話 結塊是怎樣 對 它是變硬而已 像這樣子 我看有結塊嗎 一角一角嗎 對 一角一角 一角一角一角 那是有壞掉嗎 沒有壞 你只要把它壓一下就好了 所以不會結塊的那一種 反而是有可能要打個問號 所以呢 這湯匙要乾喔 不能碰到水 敲一敲就好了 刮一刮之後變成粉末狀 就可以用了 粉末狀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做什麼 來做料理 來做食品都可以 好 那吳老師接下來要教的這一個料理 一定要學會 因為很多吃素的朋友說 怕會越吃越胖這件事對不對 這是我獨家秘方 你說有個老師傅跟你分享 對 他就說 像他平常有時候會吃這種麵線 吃饅頭 比如澱粉吃有負擔對不對 今天出家也講求健康 也不能吃太多澱粉 對 所以他教我說用洋菜粉 洋菜粉 用洋菜粉或含天粉對不對 我們加什麼 我們來做素麵條 素的蒟蒻麵條 可以自己做素麵條 對 然後我們加水對不對 我們加什麼 這素基金剛剛幾塊沒關係 把它刮一刮下來 好 它碰到水又融化了 所以也給大家一個正確觀念 看到素基金結塊反而要高興 代表他沒有放多 你要參加任何的 對 那我加多一點 我水加多一點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加什麼 加點胡蘿蔔 好 加下去 對 喜歡加什麼都可以 對 所以它只是一個顏色 然後加進去之後 我們水滾對不對 好 這樣拉拉 我們把它放到容器裡面去 加進去煮一下 它滾好之後呢 要煮滾就對了 要煮滾 滾了之後呢 把火關掉之後 我們拿一個湯拌 鐵盤 加那個鐵盤 鐵盤 我們把它倒上去 倒上去 你看滾滾上去 滾過的這個素基金 對 素基金 加寒天粉的那個湯汁對不對 對 然後把它等一下之後變什麼 它會變成 對 變成凍狀 對 變成凍狀 有點像要做那種 做果凍 那種粉果之類的一個方式 對 但是記得你不用放冰箱 你就是拿一個水放下面 把它降溫就可以 或室溫也可以 要不然吹就好了 吹大概20分鐘 它就會變成怎樣 它就變成這樣子 就結塊了 對 這是我剛剛的 它整片結塊 我們把它畫一刀 對不對 你要媽媽要吃板條 畫寬一點 吳老師你說這個叫什麼麵條 韓天 或者是叫我們叫羊菜麵條 蒟蒻麵條 蒟蒻的藥曬麵條 是不是 這個我們再加點料 加什麼 薑油 對 薑油 薑油 黃金薑油 再加一下 對 這樣就可以了 就是說 好簡單喔 對 因為我們一些食材 所以一點油 它會吸收營養 什麼就這樣就好了 來 好 廚師 鑑定一下 這樣好就是第一個 它裡面已經有素菌在裡面 所以吃起來 你不會感覺吃素的 廚師 你覺得怎麼樣 感覺如何 有咬好的樂趣 對 但是不會有 不會有那種吃下去的負擔 但是它在我們口中 因為口中有溫度 它遇到熱就會慢慢的溶解掉 對 主廚 講到一個重點 尤其家裡如果牙口不好 或者是老人家 它咬不動 可是其實你還是要給它 有咀嚼的一些習慣對不對 對 要自肌唾液 但是這是咬得動 而且很滑溜 吃起來健康沒有負擔 對 主要是說夏天到了對不對 很清爽 年輕的妹妹要窈窕 不要說妹妹 就是像我要窈窕的話 我就只這樣吃 那如果說像早上起來 我們夏天吃台灣很多水果 那很多水果 外冬的人吃水果太含在嗎 很簡單 媽媽要吃鳳梨 蘸點什麼知道嗎 藥膳素雞精這個配方 不用蘸美粉 你真的要把它當素雞精 那就可以了 裡面也有淡淡的鹹味 對對對 來 我們請吃吃吃看 這個概念就是說 人家說生果生果 它就是生鮮的 對 那就是比較 你如果說體質比較寒的人 你可能只能這樣吃 像我媽媽 他說他只能吃一個 橘子不要說 他只能吃一個水果 他就苦苦掃了 太冷 太冷 所以就可以這樣 我們沾一點素雞精這回吃 我超喜歡這樣 把它調和一下 我超喜歡這樣吃的很糟 尤其是鳳梨 因為它加一點素雞精下去 好妙喔 鳳梨變得更甜 因為這樣加鹽巴一樣 對 圍圍的鹽 然後以前我們南部來 要加那個南薑粉對不對 南薑也是驅寒的 那南薑粉取得比較不易 叔叔 我們要吃過這麵嗎 對 我們直接用這種素雞精 對 酸酸甜甜 對 主要是說多了很多水分出來 為什麼 鳳梨本身就酸了 對 但這個素雞精進去之後 這個水分變甜 對 會提味 變得更甜 對 所以吳老師你剛剛前面那個是什麼 還要沾什麼給我們 我們沾這個 這個什麼薯條 還有朋友的薯條也可以蘸 對 這是最愛的 我跟你講這真的很好用的 你看把素雞精 把它倒進來 可以沾薯條去 對 那個胡椒鹽 胡椒鹽 所以鹽酥雞那種也可以用這個來攪就對了 對 我先吃 我小孩先吃 其實這樣吃起來 它又有油脂的感覺 然後吃起來 爽口 好吃 然後因為這樣吃 那個味道稍微鹹一點點 所以效果很好 超棒的 所以炸物上也是可以對不對 對 好 那接下來主廚呢 馬上呢 也要還在教大家一招很厲害的 就是這個素乳味 怎麼健康吃呢 對 因為在家裡面可能炒菜 或是像這樣擠東西 但是你用一鍋乳東西的時候 對 其實我們家裡面用這種素雞精來乳東西 其實很棒 那因為要讓它上色呢 我這邊會加上一點點的醬油 好 那像這樣醬油把它加進來之後 叔叔教大家 用一個素乳包的一個基底 怎麼來自己DIY 好 把你自己的要一要的顏色 把它先調整好 醬油 醬油 然後再加點水 那這時候呢 我們要一定來酥雞精 酥雞精 酥雞精像我們這樣一大鍋 我會用到差不多一大匙 好 記得現在這個黏住的 我們稍微給它吐一下 好 好 這樣就好了 豐盛了 醬油素雞精下去 對 因為我們要讓 這麼大的食材 入味其實有香味要夠重 好 還有薑油 好 下去 對 一樣一大匙 因為這個是要滷差不多15分鐘 讓它入味 所以東西 問題那個香味要夠 好 用這樣給它拌拌了 我們就其實可以把它放到 我們的這個滷汁上 這樣就好了 對 15滷味就完成了 然後開火15分鐘就夠了 這樣 所以不用再另外買滷包了 不用 好 順時養生 這個輕鬆百變的這個素食料理 真的是不求人 好簡單喔 那今天的節目當中 如果觀眾朋友有任何不明白的地方 也歡迎上我們的女王當家 FB粉絲團來做進一步的了解 我們今天謝謝來賓的分享 每一道都好好吃喔 只要不要再來一碗 我要吃一下那個素 裡面這個湯很香 我們不用再吃飯 我們不用再吃一次 你不要再吃一碗